嘎姆里波拉拉伯贵族守闻图腾说明 台湾族文首是头目以及贵族享用权利 也是代表传输部落历史跟传说 本以嘎姆里波拉拉伯贵族守闻事宜 作为贵族守闻赞叹台湾文化传统历史命脉 从头目及贵族的女儿手指上次了 代表贵族传统图文语言百姓的人行文 请以本贵族守闻上事宜简单来说明 还有象征性台湾族是太阳之子图样 在守闻上一个类似房尺状形成一个格子的形状 属于土地领域结界 博文状作为代表家族领域内山脉 河川 狩猎场地 最后在守腕上赋予祖陵百步蛇菱形图样 最重要的特征是靠守腕处上游挂钩文 这是象征狩猎所的必须献给头目 以即可征收赋税 阶级愈高 守闻愈繁复 也代表排湾族文路上历史的文化命脉 持续并永续传承文化的精神 闻手的两只手蜿蜒手 扶持着雄鹰羽毛跟桃虎 对住天空祖灵力呼唤 传说故事中也明定记载家族重要的工作 引用传说中 小米耿烟熏跟祖灵神励志对话 使用不同颜色阴影线条呈现与神灵沟通 黄色土地领域 也涵盖白色线条所呈现的百步蛇灵形图样 像征性祖灵力黑色线条沿住桃虎烟影 像征性与祖灵的沟通桥梁 烟影从桃虎延伸出祖灵百步蛇灵形图样 作为祖民与天神的沟通桥梁 天蓝布满亮丽的各种颜色流离图样时 正与人神蒙约传说故事由来 永续传统故事精神结合来一箱香花绿色线条 月桃花激喜了发发无社区部落内著名的 黄色斑蝶连带野童茂林子斑蝶生态 作为永续传统环境下足名文化之连带 在资源文化丰沛的当下 延续并坚持排弯传统文化的精神命脉 唯当重要课题跟讨论 图腾片《现代文化与传统》 关于图腾古流的彩绘特色在哪里 图腾古流是指传统的原著名图腾艺术 其彩绘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胆简洁的线条 图腾古流的彩绘通常以简单的线条构成 形式明快而不失优美 这种线条风格可以让人们更容易理解图腾的含义 二、自然主题的呈现 图腾古流的彩绘通常以大自然中的动物 植物、天气等自然主题为基础 通过这些主题的呈现 表达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激之情 三、色彩缤纷对比强烈 图腾古流的彩绘通常使用大胆明亮的色彩 并在色彩上进行强烈的对比 使图腾更加生动鲜明 四、细节丰富、复杂多变 尽管图腾古流的线条风格简洁明快 但图腾的细节却非常丰富和复杂 例如一个简单的动物图腾可能会包含众多细节 例如羽毛、鳞片、爪子等等 这些细节可以展现出 原众民文化的丰富性和深度 总的来说 图腾古流的彩绘风格 注重于简洁明快的线条 生动缤纷的色彩和丰富复杂的细节 同时强调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 感谢家后农园宋老板的支持与鼓励 欢迎订阅频道感恩